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亚洲安全会议 多国表达对中共野心担忧 周日起 美国取消入境国际航空旅客病毒检测 NASA成立科学家团队 展开UFO研究 休斯顿警员扮模特参加时装募款秀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6月11日在亚洲安全会议上承诺 美国将帮助亚洲国家对抗更具威胁性和侵略性的中共政权 与会的多国也表达了对中共扩张的担心 周六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亚洲安全会议上表示 北京在太平洋地区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华盛顿将尽力管控与中方的紧张局势 防止冲突 We'll also stand by our friends as they uphold their rights and that'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the PRC adopts a more coercive and aggressive approach to it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PRC's expanding fishing fleet is sparking tens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RC is using outposts on man-made islands with advanced weaponry to advance its illegal maritime claims 奥斯丁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将继续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 此外 奥斯丁指出 中共与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船只发生不安全和不专业接触的次数 令人震惊地增加了 澳大利亚表示 5月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地区 危险地拦截了澳大利亚一架军用侦察机 加拿大军方也指责中共战机骚扰加国巡逻机 近年来 台湾也一直指责中共军机扰台 奥斯丁表示 中共军机骚扰的现象在最近几个月数量激增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亲密盟友之一 日本防卫大臣汉信夫则提出 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加剧了印太地区的安全担忧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 也对中共在南海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表达担忧之意 西西兰则为中共试图在太平洋岛屿 获得影响力感到担心 美国防长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先前已于周五会面 重申希望更好地管理两国的关系 但在解决分歧方面并没有突破的迹象 周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他表示 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仅对击败俄罗斯的入侵至关重要 而且对维护规规则的国际秩序也至关重要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恒表示 周六的部长级闭门会议讨论了中俄关系 几位代表已要求北京采取更多措施 约束俄罗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罕英 江提亚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明文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 投资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 但负责执行禁令的机构 最近却悄悄告诉投资者 不会因为持有违禁公司的股票 而受到惩罚 引发争议 美国禁止本国人士 投资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 这项禁令最早可追溯到 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颁布的行政命令 川普认为 中共利用美国资金 资助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川普给美国投资者一年的时间 从这些中企撤资 到期后任何仍持有这些公司股份的美国投资者 都将面临处分 拜登上台后 于去年6月3日发布自己版本的行政命令 尽管一些措辞被删除 但继续新增这份中国企业黑名单 目前名单内共有59家企业 这些企业帮助推进中共军队 或向北京出售用于镇压一级 或宗教少数群体的监控技术 上周五是这项禁令的最后期限 财政部敢在禁令生效的前两天 通过更新在线常见问题写道 美国人无需在相关的365天撤资期内 出清持有的中共军工复合体企业证券 并可在撤资期后继续持有 对此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 拜登政府硕化了美国对抗中共的关键国家工具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 迈克尔维塞尔则表示 财政部根本就做错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林一综合报道 美国宣布从6月12日起 对入境美国的旅客 不再需要出示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 在航空公司和旅游行业的努力争取下 美国疾控中心CDC周五宣布 从6月12日临时起 将不再强制入境美国的旅客 提供入境前一天内所做的 COVID-19阴性检测证明 但CDC同时表示 将在90天内对这一决定进行重新评估 必要时可随时恢复原有规定 为了恢复受到疫情重创的旅游业 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放弃了 强制国际旅客出示病毒检测 和疫苗接种证明的规定 但对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的国际旅客来说 仍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才能进入美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周四表示 计划组建一个科学团队 来研究不明飞行现象 也就是UFO 来看详情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表示 希望对和人类飞行器 以及与自然现象不同的 不明飞行物现象了解更多 NASA表示 是出于国家安全和航空安全而对此感兴趣 并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外星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部门负责人 托马斯·祖布陈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 我们正在以新的方式看待地球 我们也以新的方式看待天空 我们在这里真正想做的是展开调查 而不去预设任何结果 研究将在初秋开始 预计需要9个月 调查研究将专注于识别来自政府 民间非盈利组织和企业的可用数据 以及研究未来如何最好的收集数据 和NASA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来增进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江迪亚综合报道 在中共的清零政策下 疫情没有清零 对民间的管控则是胜过以往 目前北京和上海接连爆雷 北京再次封控多个小区 上海人则是抓紧时间囤粮 北京的这个餐饮今天是9号 刚通知了可以堂食了 今天上午高高兴兴的就干了半天 又通知不让干了 北京从周一刚开始逐渐复工复产 但还没扛到周末就破工 天堂超市酒吧成为新一轮疫情的暴风眼 10号当局称酒吧群聚的密接人员为4402人 感染者涉及12个区 多地再次被封控 在酒吧群聚感染事件中 一名年轻人的行程刷爆网络 被外界称为以一己之力瘫痪半个北京城 小伙子从远郊怀柔杀入北京核心地带东直门 活力四射的行程成了当局清零的难题 网上更是出现打油尸 感叹一觉醒来万人失业 在中国经济重镇上海疫情暗潮涌动 当局反复封锁 民众抢菜成了新趋势 上海政府称11号起对至少7个区 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涉及约1400万居民 而米航区长明区已经通告 将在此期间封闭管控 但由于当局一再不守信用 俄帕勒的上海居民只好赶快囤积物资 现在在上海的人都很敏感很恐慌 一听到分闭两个字就会疯狂抢菜 目前世界银行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大幅下调至4.3%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也在本周表示 清零政策削弱了整个中国的吸引力 也与世界脱轨 新唐人记者宇婷综合报道 休斯顿和哈里斯郡地区本周末出现高温天气 并且有可能持续到下周 民众需及时避暑 同时 郡市政府宣布开放多处公众免费纳粮中心 休斯顿地区今年进入6月以来多次出现100多华氏度的高温 国家气象局预计本周末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105度 周五 哈里斯郡政府和休斯顿市政府宣布已经做好了应对措施 呼吁民众注意避暑 充分饮水 德州电力管理机构ERCOC以及公共能源委员会POC表示 德州的电网可以应对夏季增加的用电需求 负责哈里斯郡和休斯顿市电力供应的CenterPoint电力公司 也表示本周末高温下不会断电 休斯顿市政府也启动了公共卫生高温紧急计划 为需要高温避暑的民众提供公共免费纳粮中心 包括28个市立图书馆 18个公园社区中心 公交车免费运送民众到纳粮中心 市长特纳也提醒民众保持健康是首要目标 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在哈里斯郡政府网站readyharris.org 或者休斯顿紧急事务运作网站hustonoem.org上获得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奇 杰瑞大宇休斯顿报道 福变郡郡长K.P. George 本周对福变郡过去一年的发展成就做了工作汇报 他对未来福变郡的发展表示了信心 周四由福变郡商会和中部福变郡商会联合主办的福变郡治理资讯 五宴会议在Safari德州农场会议园区举行 代表福变郡政府的福变郡郡长和自卫区长 分别对过去一个财年里福变郡的治理情况做介绍 近600名政商学界代表出席 福变郡郡长K.P. George说 福变郡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强 福变郡是德州发展最快的郡之一 预计到2027年福变郡的居民人口将超过100万 在2020年福变郡被评为德州最富有的郡 超过休斯顿地区 而且郡内的中等家庭年收入近9万8千美元 福变郡有60%的地区还没有开发 未来将大力吸引更多企业商家进入福变郡 另外福变郡的COVID-19疫苗接种率近80% 在德州属于疫苗接种率最高的郡 清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大宇 Richmond的报道 广告后看到 休斯顿警员扮模特参加时装募款秀 欢迎回来 近日休斯顿社区举行了由警察担当模特的时装表演秀 为休斯顿警察局的青少年项目和社区互动活动募款 一场在休斯顿市中心的Post Houston 举办的时装秀 吸引了满场观众 在梯台上走秀的模特是休斯顿警察局的警员们 今年的时装秀是第二年举办 这是休斯顿警察局青少年项目筹款活动的一部分 包括青少年和警员服务TAPS和休斯顿警察局探索项目 官员们说这些项目旨在将当地社区 特别是青少年与警察联系起来 警员们穿着不同设计师的作品 从休闲装到正装 时装秀的设计人Mark Stevens表示 警员们为这次活动排练了近两个月 休斯顿市长特纳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并表示支持 休斯顿警察局表示 他们计划未来每年都举办时装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齐慧大宇休斯顿报道 位于中国城边8号公路上的Arthur Story公园 将开始翻新扩建 本周举行破土动工仪式 这也是市政府提升社区生活环境的工程之一